你可能已经看过头条新闻 意大利的埃克纳火山最近喷出了大量的容颜 这是从去年贯来的第二次喷发 埃克纳火山是欧洲最大最强大的火山 它的火山喷发对空中交通造成危害 并可能对火山下坡的周围村庄和房屋造成危害 火山爆发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罕见 虽然埃克纳火山是最新的火山头 但是世界各地还有许多火山爆发 火山几乎到处爆发 150年后印度唯一的火山再次活跃起来 冰岛的四座主要火山预计很快就会爆发 仅举几例 这引出了一个问题 地球核心发生了什么变化 哪些火山爆发或危险关闭 据Volcano Discovery报道 目前有35座火山正在喷发 或者刚刚在全世界爆发 还有更多的火山爆发警报和大量活跃的其他火山 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 在技术上爆发虽然不太可能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说法 科学家们将岩浆这个术语用于地下熔岩和熔岩中的熔岩和含有气体 这些岩石突破了地球表面 此刻地球上的某些东西正在导致岩浆在众多火山中被推高全世界 最近的一次火山爆发是埃克纳火山 2017年2月27日 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海岸的火火山爆发 火山矗立在三 329米高处 是欧洲最大的火火山 该市宣布了一个黄色警报 并根据市政应急计划的建议 颁布了一项限制任何人访问火山的法令 虽然没有人员伤亡 但火山爆发仍引起关注 引发了整个城市的恐慌 巴伦岛火山是印度唯一的火火山 最近刚刚在过去 150年折服后再次活跃起来 它在2017年1月爆发了4个小时 这座火山特别古老 因为它的第一次喷发可以追溯到1787年 但是什么醒来了 根据地球物理学家皮莱·马森的说法 冰岛的四座主要火山活动越来越多 这表明它们很快就会爆发 其中一座火山卡特拉是过去40年来最活跃的火山 本月早些时候 印度尼西亚苏门达拉省北部的斯尔邦山 在一天内爆发了7次 该地区的游客和当地人戴着眼睛 嘴巴和口罩 以防止直接暴露在火山灰中 成千上万的村民流离失所 在火山爆发时 西纳邦山代表了一周内第十次火山爆发 2017年2月25日 威地马拉的火山火山也爆发了 这实际上是今年第二次爆发了 夏威夷的基拉维尔火山产生了当地人 在西年前夜称为熔岩火山的情况 现在仍在进行中 世界各地爆发的火山还有很多例子 其中一些完全出乎意料 需要明确的是 这些火山爆发与地理位置无关 我相信你可以说 因为冰岛和印度尼西亚相距甚远 很明显 某些因素导致了全球地震活动的增加 这只是活动增加的原因吗 让我们来看看本世纪 与前一次火山活动相比的火山活动 过去 人们都知道气候变化会导致火山爆发 在过去的一百万年中 在极端气候变化期间 大陆冰川的迅速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 从而增加了火山爆发的数量 然而 这可能不是这里发生的事情 因为火山爆发并不总是在气候变化后立即发生 预计在气候变化和爆发之间至少存在一千年的滞后时间 虽然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多火山突然爆发 但我认为理解问题的严重程度并反思 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我们所做的改变是至关重要的 有许多超级火山可能对数百万人产生负面影响 并可能造成死亡 其中一个是位于意大利的Canby Flagray火山 许多人忘记了有害的火山爆发是多么的可能 毕竟 整个庞贝城都被一个火山摧毁了 那么 自从所有这些火山爆发以来 我们做了哪些改变 众所周知 社会整体对待环境并不是什么秘密 我们挖掘它 利用它的资源 并声称它的所有权 只是为了摧毁它 对我来说 从充满火力的角度来看 这些火山爆发可能反映了我们对待环境的方式 如果你受到不良待遇和不断被剥削 你也会崩溃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